所以它是除了提供住所这种基本功能以外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制裁 它在融资活动当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抵押品的角色 所以中国的金融体系到今天最为重要的抵押品就是房地产 所以房地产价值的变动对中国金融的稳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银行要做压力测试 如果房地产的价格下幅2%30% 它对金融体系的稳定会产生巨大的冲击 那么房地产它又是一个投资工具 跟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有密切的联系 房地产跟金融业有天然的联系 房地产跟金融业的渗透和融合也在加强 相互依存相互支持 共同发展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研究房地产金融学 讲到房地产 大家都能够知道它的概念 它就是房产和地产的统称 对吧 那么房地产就是 它首先是建立在一块土地之上的房屋 它是两种财产 房屋和土地两种财产的合称 就指土地及其上的永久建筑 那么我们现在土地是属于国家的 只给你70年的使用权 那么按照最新的精神 70年可能会延一次 就是自动到期自动续一次 就像我们农村的体制改革 就是给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 30年到期了嘛 1978年30年 是不是08年就到期了 到期以后自动延30年 那这个我们的房地产的这个产权 70年的产权 有可能是政策是70年再自动延一次 所以土地的授权是国家的 但是实用权也是一种权益 实用权也会产生增值 那么更完整意义上的这个房地产 应该像国外的一些房地产 像美国欧洲的一些房地产 它的土地的实用权跟房屋的实用权 它土地是永久性的 赋予你这个所得者 是吧 就房地产的拥有者 所有者 我们国家是有年限的土地生存 但是它到期以后 它会考虑自动去 因为你不好 把所有的建筑物都拆掉 这社会矛盾就很尖锐 那么140年过去以后再怎么样了 那可能我们都不在了 我们好几代人都不在了 那么过了140年 它可能给你再征收物业税 征收新增的土地使用费 那是有可能的 那就是你的继承人要判断 你交纳费用以后 持有这个资产是否合适 如果你觉得不合适 你就交给政府 那像日本就这样 日本有好多人的房子很大 到了要征收遗产税的时候 他的子孙交不起遗产税 那就你把房子收走吧 那他遗产税很高 高的时候可能能达到70% 一个日益元 你要继承这个房子 你交7000万日元 遗产税 他说我交不起你 我不要了 对吧 所以这里面就会 当然这里面涉及到产权问题 就很复杂了 那我们能够把问题顺延 就是如果能够顺利的推出 70年以后能够再自动续70年 我觉得这就是对大家的购买 在中国购买房产是比较放心 他给大家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 这项政策是很好 那么房地房产的话 包括住房房产和营业性的房产 地产就是土地和土地资本 还包括与这些事物联系到一起的权利和利益 那有的土地 它可能不是具有合法完整产权的房地产 但是它具有房地产的性质 比如说你跟这个农村租用一块地 集体用地租块地 签了个合同 租用30年 然后盖了个建筑物 那它这个建筑物有可能是 不太规范的 它可能没有建设的指标 没有用地的指标 对吧 但是它已经存在了 可能不是现在建的 可能是30年前建的 但是它会有住金收益 它有内房地产的性质 那就是我们说 跟食物联系到一起的权利和利益 帮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